根据立新基金会的统计资料显示 有90%的小妈妈为了照顾孩子而放弃了学业 也中断了小妈妈后续的就学和就业的机会 花莲立新基金会特别号召花莲在地的商家 响应了花莲竹梦助学计划 和指定的商家合作销售商品 所得部分将捐给基金会 预计能够帮助将近50位的花莲小妈妈小生命 期盼他们能够获得更好更安稳的照顾 立新基金会将19岁以下未成年非预期怀孕的小妈妈称为样妈妈 依据内政部护政司统计 花莲县19岁以下小妈妈比例长期高居全国之冠 几乎是全国平均千分之四的三倍之多 去年虽然降到千分之九 数字有明显下降 然而孩子出生后的庞大经济支出 往往让小妈妈不得不放弃学业 甚至连就业都有困难 因此今年首次号召花莲在地商家响应公益剂 花莲竹梦助学计划 我们这次的公益剂是为期一整年的公益剂 然后每一季会有不同的商家 跟我们做一些搭配跟合作 那他们我们在 他们在贩售商品的时候 那会播出20%到30%的所得 然后捐给立新 作为我们在照顾小妈妈 他们在照顾小脚丫的时候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奶粉尿布啊 或者是这些小妈妈 他们还想要上学 那要照顾小孩 可能需要保姆费 那也会一并的支付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 在地在帮在地的感觉 那希望可以让花莲的小妈妈 在照顾小baby的时候 可以有更多的在地的支持的力量 如果还有在地的商家想要加入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8228895 找增专员 那也可以透过脸书的爱心人的粉专 那个心是立新的心 就是康乃兴的心 那再跟我们私讯做联系 接受花莲立新服务的 羊妈妈有46名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募款惨淡 虽然有县府社会处补助 但花莲立新给予的生活补助 是往年的两倍 花莲竹梦助学计划 参与店家目前有自然礼赞 一盒茶茶园 五盒茶园公主咖啡 晚晚妈打造房等 推出茶、咖啡、小农作物及手作商品等 会将供应所得至20%到50%不等 捐款给花莲立新基金会 也期盼有更多在地店家一起响应做爱心 介绍长帮演花莲师报导